嗨大家好 我叫Kelvin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在节目还没开始之前 如果你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按赞按订阅还有转发我这个视频 因为我这期视频最主要是要讲到 关于政府给的一些津贴给中小型 我们可以说是小型企业的一些老板 就比如你本身你是做小贩的 或者是你在摆 或者是摆档口 OK 只要你有SSM 同时注册 你就可以去申请 那么是什么东西来的呢 Soutbox 就是音响 所谓的音响就是当顾客 他给钱用那个QR Code来给钱的时候 他会有声音 出来给你知道你 顾客已经付了那笔钱了 就比如现在顾客付个10块钱 他用他的手机 因为就是1W了 他来给钱 支付 支付了过后 你就会 听到 那个声音 Soutbox 我们叫音响 OK 这个project 也是政府 来补助 给这笔钱出来 来补助 中小型企业的老板 让你们在收费的时候 可以看到 就是安心 因为我们也知道 E-Wallet 当顾客在给钱的时候 他们付了钱过后 他们会拿电话给你看 对 如果你做事 他会拿电话给你看 老板我付了 你要看了电话 你还要拿自己的电话 起来看有没有过到账 或者 自己银行 看有没有过到账 所以这一方面的问题 今天如果有 这一个 Soutbox 就可以帮你 解决了 我相信 如果在中国 你们都有看到 他们付钱的时候 微信支付收款 收到多少钱 支付宝 收款收到多少钱 就是 类似于 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今天就是如果你是中小型企业 之前你没有申请过 任何的 regital grant 政府给的这些补助 今天 你就可以 向我们来申请 这个东西了 这个申请是完全是免费的 申请成功过后 你就会得到 这一个 Soutbox 我们会帮你 set up所有好的东西 再教你 怎么去使用 而且是完全免费的 记得是完全免费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 市场上 最出名的 就是他全部 E-World 对不对 那他的 Soutbox他所卖的 价格是多少呢 你们可以自己看一看 之前他是卖 199 还有268 但是过后呢 他现在的 一些 Promotion 是怎么样的 就是 你要付一个30块 第一次 Up-front Payment 然后连续每一个月 要给一个10块钱 直到24个月 就是240 再加30 等于270 OK 那么呢 如果你本身是 要买这个Touch 你可以自己去买啦 但是他是200多块啦 不过如果 现在你看到这个视频 恭喜你 如果你 之前没有申请过任何的 Digital grant 的 商家们 你可以找我们来申请 是完全免费的 记得是完全免费的 申请当然有申请的条件啦 需要的资料 你可以 点信我们 我们会给你知道 需要什么资料 通过的时间通常是 一个月 左右的时间 就可以通过啦 OK 当然 因为现在他是 刚推出来这个 project 现在的人数 申请的人数 如果 会越来越多的 他有可能会拖延啦 我就在这里先 你们讲明先啦 不过他也是有一个budget的 因为这个是政府的一个budget的一个补助 完了就没有了 所以 要 快 要快 去申请这个东西 如果你本身你需要的 就比如你做小贩的 你 像我们去包商买东西 每次 Scan scan Scan了过后 然后 那至于 所 这个免费的 这个Soundbox 是什么呢 你们可以看一看 就是这个啦 OK 这个Soundbox 我们会把你setting好 如果成功过后啦 我们会有一个视频来教你怎么去用的 这个你可以放心 到时候我会 拍一集视频来教 教你们怎么去使用 你们记得要关注我 当然我这个频道 最主要的也是讲我的 拍我的一个日常 OK 然后也有讲到 如果政府有推行 一些新的 project出来 可以立 对我们商家 对我们人民 当然是商家啦 因为我主要跑的 是那些 我所做的都是那些 e wallet的东西 政府会推出一些project 给商家们 然后商家们可以 去申请 这一些 视频 我都会去做啦 所以你们要关注我 还没订阅我的频道 记得要订阅 我这个频道 按赞还有转发 给你身边的 所做生意的 这一些老板们 他们都知道 有这一方面的东西 这个soundbox 其实很重要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们有遇到一些 顾客他们给钱 给了过后 他其实他是没有给的 就好像 我几个例子 好像今天 例如 我如果要欺骗那个商家的 他卖的东西 是20块钱 我今天我去跟他买了 一身20块 OK 过两天过后 我再去 同样买一个20块的东西 我再给他看我 今天的 所付的 那一个 款项20块 如果那个老板没有注意到的 那个20块 我就赚了 今天如果有这个soundbox 他会出生意码 你收到20块 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放心 讲这个顾客 已经是给钱了 所以你说这个soundbox 好不好用 好用 当然 如果你本身符合条件 去申请 是完全免费的 如果你本身 你不符合那个条件 不过你也想要 买这个soundbox 你也可以联系我 这个soundbox 我们现在有优惠 加钱 是比落200块 就是200块以下 这会比他选择的 来得更便宜 所以如果 你有兴趣 想要申请 想要去买这个soundbox 你也可以找我们 如果你要申请这个免费的soundbox 音响 你就要尽快找我们了 好不好 那今天我拍这个视频 我 穿着这个 不顾一切向前冲 相信所有老板 或者 所有人都有这样的一个 我们主要也是为钱打拼 生活 就是这样子 我直接在这里讲 如果你需要申请这个东西 你需要有 SSM IC Link statement 我们两个月还有 水电单 这几个东西 就可以 店面照片或者 单口照片 也是要 这几样东西就可以了 OK 如果你符合申请 你又想申请的 你可以联系我们 OK 谢谢你们 当然他不只是有这个soundbox 他也是有一个二维码在那边 当然这些我们都会帮你设置好了 OK设置好了过后 你一收到这个东西 你就可以开始用了 好 那今天我所分享的这个视频 分享到这里为止 希望你们会喜欢 记得还没订阅我的观众的朋友们 记得按赞我的频道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我要转发给你身边的亲朋好友都知道 有这一个 政府给的 MSME Digital Grant 给小型企业的 我们叫 Grant 本家 就是小贩的 好处啦 如果你没申请 记得 快快联系我们 好 那这期视频到这里为止 谢谢你们的观看 拜拜 下期再见 我 关注 这期视频 我们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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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